大家好,我是美玲,欢迎来到世界能见到,提起中共涉取海外的商业积密,相信对很多海外公司来说,都有切腹之痛。 如果当屡屡得手的中共亦会马失前提,被美国执法人员反政策钓鱼时,会是什么情景?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美国执法人员在中共国安系统钓出一条大鱼的故事。 而这名差点就要成为中共狼终蜜的美国华裔工程师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们下面就来讲一下这个故事。 我们姑且将这个关键人物称作华。 据《纽约时报》报道,他来自一个贫富的中国家庭, 华通过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自身的努力,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 并成为美国申申拿提通用电器航空公司的一名工程师。 他工作的小组负责设计喷气式发动机的旋转叶片机架, 而在发动机叶片和机架中使用, 但机架核材料也意味着发动机更轻,更有商业优势, 也就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被中共国安系统叮上, 从而成为典型的一步步被中共几乎吊上欧的海外精英。 在2017年3月的1日, 华在社媒宁英尚突然收到了来自中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干部陈锋的好友请求, 在接受邀请后,陈锋就通过电子邮件邀请他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学术报告, 说很高兴可以去中国做报告, 但他也知道自己任职的通用电器系高科技公司出于担心洩漏专利信息的原因, 即使在美国本土做演讲都很难被批准。 但华仲是瞒着公司来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了演讲, 为了这场演讲,华不仅从科学论文中收集了不少讯息, 而且还在笔记本电脑上下载了公司的培访文件, 包括通用电器公司专家关于使用炭机复合材料的说明。 华在结束演讲后, 一名学生特别询问他讲到的材料结构, 但华小心翼敢活得华, 这是通用电器的专利信息, 我只可以用这张照片为例, 但不能够分享我们只在这里设计或使用的东西的细节。 华在这次中国之间亦遇到了一名特别的人物, 江苏省国际科技发展协会副主席曲辉, 其实那只是他的一个盐盖身份, 演讲节促后, 华收到了一个仗有3500美元的信封, 这是陈锋支付被他的机票报销和演讲酬怒。 华当晚和陈锋曲辉吃了饭, 第二天就飞回美国了。 华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但在今次南京之行过后的一天, 华和工作小组的同事, 他被公司要求交出自己的外接硬碟, 并接受计数机安全审查, 随后他们又被要求上交工作不计型电脑, 那是什么回事呢? 行事谨慎的华隐隐感觉到, 那和可能是他向公司隐瞒了南京之行有关。 果不其然, 在2017年的11月1日, 华突然通过本公司的安全部门人员, 见到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其中一名名叫布莱德利克尔, 他才是仔细询问有关华。 在2017年3月份的中国之行, 经过几个小时的思想振扎和探员的反复询问, 华终于说出了实话, 告诉他们自己曾经在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做过关于用复合材料设计飞机部件的研港, 而经验丰富的探员, 也发现华的这次中国行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通过交谈, 克尔法尔华在南京并不是被普通的官员接待, 如是遇到了中共情报官员, 接待华的江苏科协协会, 只不过是中共国安打出的一个房子, 更加引起探员警觉的是, 中共情报官员其实是希望华能够为他们窃取商业记密。 联邦调查局还通过华的描述细节推断出, 那个曲辉其实是中共国安、情报人员, 他有可能就是中共想要照慕华的关键人物。 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 联邦调查局探员克尔向华提出一个条件, 如果他同意与联邦调查局合作, 针对中共进行反间谍行动, 联邦调查局就不会建议对他进行指控, 说这个时候已经知道联邦调查局搜查了他的住所和车, 而且他也确实将公司落报标记为出口管制的一些材料下载到不基本上, 到南京做演讲, 而这样将导致他面临刑事指控, 为了挽救自己和家人, 说答应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 通过微信继续和曲辉保持联系, 还说自己想在2018年中国新年前的一星期再回国一次, 而这样并没有引起曲辉的怀疑, 反而发信息告诉他, 我会与这里的科研布联系, 看看需要什么技术, 告诉你要做什么准备, 事情的转机是2018年1月, 那时候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已经得到了搜查令, 可以查看曲辉和华联系用的两个电子邮箱地址, 联邦调查人员惊喜地发现, 原来这两个邮箱地址都是苹果手机的Apple ID, 而且和一个云端的账户相连, 更让人意外的是曲辉手机里的重要数据, 都在云端有定期的备份, 这个发现为整件事情带来了大逆转, 而证实了联邦调查局先前的推断, 曲辉是中共情报部门的国安人员, 而他的真名叫徐贤军, 徐贤军从2003年就开始, 任职于中共安全部门, 并且是江苏省中共国家安全部大陆局的副处长, 徐贤军还用苹果手机, 拍下了重要文件的照片, 包括自己的身份证, 梁丹, 优格申请和医疗保险卡, 这些资料都存在云端账户中, 联邦调查局以此为特破口, 是了解了更多的重要信息后, 他们和华制定了一个反向钓鱼的计划, 又说出面将徐贤军约到国外, 要知道中共的普通特工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 不会轻易想当, 更何况是徐贤军那么高级别的国安官员呢? 而且他在情报部门工作多年, 怎么可能那么随便就上人家说的东西呢? 大司情就是那么有戏剧性, 往下的情节堪毙叠战片? 看此不可能的事情, 也是明明的天意中一步步进展。 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断地告诉华智 如何和徐贤军在微信和电子邮件中沟通, 从而一步步引徐贤军上勾。 有一次华华给徐贤军知道, 自己非常想要和他分享通用电器的讯息, 还说大话, 说自己要被裁员啦。 起出望外的徐贤军问华, 可不可以将通用电器公司建造封, 线液片防护罩的规格和设计过程, 材料发过来? 结果华真的发了一份GE9X风扇, 防护罩设计共识審查文件给他。 其实通用电器航空公司, 已经对这份文件做了修改, 所以里面并没有什么关键信息, 但随贤军毕竟不识其中的门道。 他还以为自己终于接触到, 中共制造C919飞机, 最想得到的尖端发动机的秘密。 但这个是电器航空公司的高级机密, 要知道即使是该公司的员工, 也很难拿到这样的材料。 随贤军在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高层沟通后, 又发了一组技术问题比划, 3D编织结构材料的允许值和设计允许值是怎样获得的呢? 相关的标准是什么? 胆变大的随贤军还试探着那样, 发了一份国内需求清单笔画, 想让他按照该清单收集相关的重要信息, 还要求他在来南京的时候, 将通用电器不基本电脑文件夹的目录复制到一个文件中。 一起带到南京, 就在随贤军狂起, 以为自己终于要钓上一条大鱼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慢慢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钓上欧了。 联邦调查局当然不想被华去中国和随贤军见面, 华在2018年2月7日告诉随贤军, 老板要自己3月去法国出差, 因为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所以他就不能够赶在2月份回国了, 为了吊起随贤军的胃口, 说还通过了电子邮件发了一份 随索要的不基本电脑无录的副本, 但所有通用电器认为敏感的信息, 其实都被剷除了。 慢慢吞下鱼离的随贤军表示, 华3月去法国出差时, 他们可以在欧洲的某个地点见面, 随贤军先到了欧洲的阿姆斯特丹, 但联邦调查局想要在比利时和随贤军见面, 因为美国和比利时政府达成了一支, 要共同找报这个中共大特工, 是经过几轮的土教玩家, 以及华应成带着不基本电脑和他见面, 并保证带上重要材料后, 随贤军终于答应在比利时和华见面, 华发了一张约见地点的咖啡店相给他, 虽然两人约好了下午三点见面, 但随贤军和一名中共国安, 提前几个小时就去到咖啡店了。 但随贤军没想到的是, 他们才刚刚走近咖啡店, 就被等候在那里的比利时联邦警察逮捕了, 警察不但手出两个智慧手机和7000欧元, 还发现他们另外带着7000美元, 那应该是他们打算收买华的钱, 而更出乎联邦调查局意料的是, 他们发现, 随贤军的苹果手机里, 完整地记录了中共国安系统, 从招聘到培训, 再到执行间谍活动的全部过程,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随贤军竟然将自己的光报提不证明文件, 也就是江苏省安全厅陆局副署长的任命书, 也映成了很多相片, 上传到苹果云端上。 随贤军在半年后被引渡到美国, 并在2022年11月16日, 被美国新生乃提联邦法院被判处20年监禁。 据FBI的探员说, 随贤军的这个中共国安部高级别官员, 就是联邦调查局所需要的例子, 因为当联邦调查局在美国的公司和大行里面, 讲是中共的威胁时, 经常被民众质疑, 并要求拿出证据来证明是中共政府, 自是窃取海外的商业机密。 因此随贤军的落网和国安高官的身份被揭穿, 是打击中共经济间调活动的重要里程碑。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司法部外海外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证实, 随贤军至小松2013年12月开始, 就将目标对着美国和海外的具体公司, 而这些公司都是航空技术领域供应的领军者。 随贤军还经常利用化名, 防止公司作为验识, 用邀请到中国大学举办港座的名义 来欺骗美国航空公司的雇员们到中国旅行, 并支付差旅费和补贴给他们。 在客人出席中共国安部的晚宴时, 随贤军和国家安全部的其他人员 就进入他们在酒店的房间, 攻击或复制电脑里面的机密文件, 而被中共夸后的国产, C919带飞机, 就是通过中共这样 涉取他国机密而搞起来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